与专家检查病人身体 发现病人腿部被毒菌感染 他拿了一个镊子 抠开病人嘴巴 让他想不到的是 竟然从病人口中加出毒菌 专家检查了一下 毒菌甚至还动了起来 专家吓了一大跳 连忙解开安全带逃离实验室 出来后 长官询问他有没有疫苗治疗怪病 作为资深专家 他一口咬定了 如果有药的话 那一定就是炸弹 而另一点 豪里出来的老乔 一整晚没有睡觉 死死地看守着艾莉 生怕他时刻便已成为丧失 艾莉则一脸镇定地解释 自己要感染早就变硬 他们继续上路后 来到两座倾斜相连的大厦前 周围一片残垣断壁 自从灾难发生后 在专家的建议下 军方对感染者实行了大面积轰炸 可是治标不治本 毒菌一直存在着 后来他们换了个方式 从而建立了安全区 三人穿过倾斜大厦 来到了一处建筑物内 这里面阴暗潮湿 到处都是积水 很快他们来到楼顶寻找物资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他们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座别墅面前 这时老乔发现 地上长满了变异的真菌 经过多次的变异 这些真菌已经变得稳定落地生根 老乔一伙进去查看时 发现里面有大量长满真菌的尸体 他们继续上楼时 突然外面传来怪物声音 这些怪物没有适离 但听觉异常灵敏 老乔示意爱丽别出声 但最终怪物还是发现了他们 老乔提起机枪就是干 但是这只怪物 被老乔连开竖枪都没有死 而且他的速度极快 没有办法 老乔只能暂时撤退 他躲到墙角换7.26 没想到怪物发现了爱丽 怪物步上前去时 不仅滑上了爱丽 还伤到了马林 最后在老乔的枪击下 怪物最终才倒下 由于战斗太过激烈 引来了更多的怪物 老乔找到了对付怪物的方法 直接一枪打死怪物 解决完所有怪物后 他们继续前往萤火基地 在马林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萤火基地 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反而看见了一地的尸体 这些尸体同样长了毒军 马林知道他们来迟了 他的同伴都被怪物袭击 全军覆没 老乔叫他赶紧离开 可是这里是他的家 加上他战斗时被怪物发伤 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于是选择留下来 马林叫爱丽扯开绷带 虽然他也被划伤 但没有扩散的迹象 显然他是一个行走的毒军抗体 而他的存在 也是拯救世界的关键 马林请求老乔 带他去东部萤火基地 但老乔不想答应 因为他知道 从西部横跨东部有多危险 而且就算去了 萤火组织也不知道 能不能研究出抗体 这时地上的尸体变异了 他们全部都复活了过来 马林为了给他们争取逃跑时间 打破了所有油关 主动留下来断后 老乔见状直接带着爱丽离开 老乔前脚刚刚离开 萤火基地就发生了大爆炸 马林也在这一刻 以怪物同归于尽 为了好友的遗愿 老乔最终也是决定 带爱丽去东部实验基地